陕西挖出九岁小女孩墓 棺盖上竟然写着开着几死四个大字 所有人都被吓得双腿发软 考古专家犹豫片刻后 当场高呼一声 怕什么我来开 当棺果被打开之后 琳琅满目的金银珠宝让人目不暇接 其中包括考古史上最豪华的金项链 和一件温润如玉的玻璃瓶 这不禁让人好奇 牧主人究竟是谁 为何能拥有如此奢华的随葬品呢 如此歹毒的四字咒语又是怎么回事 时间回到1957年 陕西省西安市正在进行道路施工 个挖掘机的缠斗 却被一个坚硬的东西挡住了 工人联盟上前查看 发现泥土之中出现了一块石板 经理完周围的泥土后 一口石棺赫然呈现在众人眼前 工地挖出棺材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村子里的人纷纷前来看热闹 考古队赶到现场后 看着眼前的场景连连叹气 因为这口石棺显得非常简陋 旁边甚至没有随葬品 难道牧主人是一个普通百姓吗 虽然感觉此次行动 不会有什么重大收获 但考古队还是本着负责的态度 对石棺进行了清理 结果发现棺盖上刻着一行字 当专家看清楚这些字的内容后 当场被吓得冷汗直流 开着击死 究竟是谁这么歹毒 竟然在棺盖上刻下如此狠毒的诅咒 一时之间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眼看考古工作迟迟没有进展 专家再也坐不住了 大吼一声 怕什么我来开 紧接着指挥众人合力抬起棺果 这件棺内摆放着另外一口石棺 整体呈现长方形 长192厘米 高122厘米 造型宛如一座小型宫殿 房檐和瓦片唯妙唯肖 正中间还有一扇大门 门框门槛门额一应俱全 石门上还有门钉 看起来非常精致 最让专家感到惊讶的就是 石棺上雕刻着许多壁画 例如石门两侧站着两名侍女 左边的侍女把脸偏向一旁 手腕裙带看起来非常羞涩 右边的侍女手中拿着一个长条状的物品 人物刻画的非常生动形象 高古专家终于意识到 这座古墓绝对大有来头 因为这口石棺采用纯手工打造 没有一年半载绝对做不出来 所以石棺本身就是一件无价之宝 人们越来越好奇 石棺里面到底埋藏着哪些西式珍宝 陕西挖出九岁小女孩墓 棺盖上竟然写着开着即死四个大字 所有人都被吓得双腿发软 考古专家犹豫片刻后 当场高呼一声 怕什么我来开 等棺果被打开之后 所有人都惊呆了 就连专家都当场直呼 我挖了一辈子古墓 还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多金银珠宝 在金光璀璨的随藏品之中 躺着一具身材娇小的一孩 难道牧主人是一个孩子吗 人们来不及细想 开始清理关内的随藏品 首先出土的是这顶奢华无比的金棺 上面插满了金花和银花 花蕊位置还镶嵌着硕大的珍珠 金棺的顶部停留着一只金蝴蝶 蝴蝶的身体由金丝缠绕编织织而成 上面同样镶嵌着洁白的珍珠 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 蝴蝶的翅膀竟然也是金线编织的 越到末端金线越细 看起来薄如蝉翼栩栩如生 犹如一只真正的蝴蝶 在金银编织的花丛中翩翩起舞 这顶金棺毫无疑问 是一件重量级国宝 此时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 只见一条项链被考古队员捧了出来 项链的奢侈程度甚至比金棺还要离谱 每一颗珠子都由黄金打造而成 珠子上还镶嵌了几百颗品相极佳的珍珠 项链的吊坠更是让人挪不开眼 这颗鸽子弹大小的鸡血石 给人们带来了难以言说的震撼 旁边还有四颗蓝宝石作为点缀 鸡血石的最下方 还有一枚晶莹剔透的宝石 此时专家的心里只有两个字 奢华简直太奢华了 这绝对是考古史上最昂贵的项链 馆内文物的清理工作还在继续 一件瓶子的出现再次点燃了考古现场 瓶子通体呈现翠绿色 看起来温润如玉流光璀璨 里面仿佛盛放着穷江玉叶 难以想象在工具匮乏的古代 古人究竟是怎么把它制作出来的 除此之外 这口镶着金边的玉杯 同样让人赞叹不已 玉杯由一整块极品和甜玉雕筑而成 看上去温润典雅 杯口镶嵌的金边 让杯子的质感上升了一个档次 看来古人的审美 放到现在依旧能够让人折服 发掘工作进行到现在 出土的每一件随葬品 都是极其贵重的国宝 考古专家突然意识到 墓主人的遗骸非常瘦小 看起来是一个小孩子 可就算他是皇子皇孙 随葬品也不可能如此豪华 这不禁让人感到好奇 墓主人究竟是谁 陕西挖出九岁小女孩墓 棺盖上竟然写着 开着即死四个大字 考古专家当场高呼 怕什么我来开 当棺果被打开之后 琳琅满目的金银珠宝 让人目不暇接 每一件都在刷新专家的认知 为了探明墓主人的身份 考古队绝地三尺 终于在发现石棺的不远处 找到了一块墓之名 上面写着墓主人名叫李敬逊 大业四年六月突发恶极 不幸身亡 举世的时候年仅九岁 考古专家大惊失色 这竟然是李敬逊的墓 李敬逊是杨丽华的孙女 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很陌生 和杨丽华的父亲 大家一定耳熟能详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隋文帝杨坚 杨丽华作为嫡长女 自出生起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她的孙女李敬逊乖巧可人 深得杨丽华的喜爱 甚至准许她入宫居住 时常待在身边亲自教导 就连杨坚和杨广都特别喜爱这个小姑娘 所以李敬逊享受的待遇比公主都要高 公元608年的夏天 杨丽华带上宝贝孙女 跟着杨广一同前往陕西坟杨公避暑 可就在前往的途中 年仅九岁的李敬逊不幸染病 短短几天就去世了 杨丽华和杨坚万分悲痛 但人死不能复生 接下来要给小姑娘安排后世 可根据当时的丧葬制度 造妖的孩子不能后葬 但杨丽华作为李敬逊的亲奶奶 害怕孙女在另一个世界吃苦 于是力排众议给她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 还命人打造了这口石棺 把孙女生前喜欢的玩具和首饰 全都塞进了石棺里 每一件随葬品都价值连城 做完这一切后 杨丽华突然感觉不对劲 这么多珍宝放在棺国里 难免被盗墓贼盯上 万一他们开关盗宝的话 孙女儿的遗骸 指不定要遭受怎样的劫难 所以她又在石棺上刻下了 开着即死四个大字 以此来警告那些盗墓贼 并且故意将墓葬规模修建的特别小 事实证明杨丽华这么做是有用的 如果不是城市建设意外将棺果挖了出来 人们至今都不知道 原来地下埋藏着足以震惊整个考古界的震宝 现如今关内出土的文物全部都被博物馆 妥善保管 李靖迅的遗骸也被安放在了合适的地方 那么大家对此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精彩继续